说到人设,相信大家并不陌生,只为标志性的就是真人秀了,这几年来,先起一股真人秀的潮流,尤其是国内爸爸去拿大伙之后,各电视台网站都仍在真人秀的市场中分一杯羹。 于是从电视里到网络中,各种真人秀很出不穷,直接牵涉到很明显的人设,真人秀每个人都有人设,就是为了让大家能记得住。 比如奔跑吧兄弟李邓超学霸人设,李陈岛黑牛人设,陈和天才人设,陆哈少桃子耿直人设,郑凯销烈包人设,王祖兰奸楼人设,AB女哈子人设,而迪丽热巴是吃货人设。 炮迪在节目中,出头出尾的,暴露了她的吃货本性,只要谈其吃的,迪丽热巴就能不停的说出一大堆。 在之前的快乐到本营上迪丽热巴也是一个这样的吃,感觉永远都吃不饱,吃不够,在美食选搭档的环节,就开始一直吃吃吃,根本舍不得放下,面对节目组成上的美食,热巴不顾女神形象吃吃摇望,表情专注。 主持人说,你都快走到餐里面了,看着胖迪不断尝试各种美食,不放过一个,网友看到后纷纷表示,看饿了,就连同样喜欢吃的无心都被吓到了,竟然碰到一个比自己还爱吃的人,其他的女艺人为了身材在节目上一般只吃一点点,而迪丽热巴是大口大口的吃,真的和其他人不一样啊。 随着节目的进行我们,也看到了她真正吃货的一面,人设是节目放大口的效果,但,她本身也真的是个败折不扣的吃货,房间内,冰箱前,天台,院落,她一路开吃,怀抱着各式各样的零食,就连去了剧组也不忘记带一箱儿的零食,或者是阶段性地吃你一种食物,然后就放在助力的包包里,想吃就随时吃, 除了吃自己的零食,拍戏的道具,也是重要的食材,比如李慧珍里吃了剧组三碗面,在三生三世十粒桃花里面试验白风九的时候也是在吃,桌子上的桃子要吃货,迪丽热巴直呼太好吃了,桌子上都吃掉一半了,连羊米都被惊呆了,都说道具都快被你吃完了, 这么多好吃的之中热巴最爱吃的就是冰淇淋了,迪丽热巴逛商场必吃冰淇淋,还蹲在地上一边吃冰淇淋一边追剧,都说冰淇淋是女孩子的最爱,果然迪丽热巴也中招了,再其次热巴就最爱吃老婆饼了,要说老婆饼,迪丽热巴吃老婆饼毫无偶像包袱,可以看出迪丽热巴对老婆饼情有独钟啊, 胖迪这么爱吃,可偏偏就是胖不起来,瞧瞧那两条小戏腿儿,真心是拉仇恨啊,而且各种零食他都来久不去,比如巧克力,薯片,糖果,他统统都不会放过,拍戏中间可以休息就往嘴里塞,看了这么多迪丽热巴吃东西样子的图你就知道,他的确就是个小吃货了,看来关于吃货人设的问题, 小编想说不单单只是个人设,热巴本人就是了。